Hello,我是雅恩,那我今天要拍一個就是印尼出國前的Get Ready With Me的一個短篇 那接下來在印尼就是有空的時候我會抽時間來拍一些就是印尼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好那首先我要給大家看的就是我辦了非常久將近一個月的簽證 好那就是上面有寫Indonesia什麼的就是這是他們的一次性的商務簽這樣子 那過程非常曲折離奇就是不斷被推薦 然後因為中間是因為是請那個旅行社幫忙辦的 然後就是中間有一些傳話上的一些過程 所以導致常常被推薦然後又重新弄來弄去 所以前前後後大概花了將近一個月才完成這件事情 好那就是既然是Get Ready With Me就是介紹一下我打算帶到印尼去的一些東西 好先從食物開始好了 食物的話當然不免除的一定要這個泡麵 那因為印尼是一個回教國家 所以我這一次也特別提醒學生就是不要買有豬肉類 就是內含有豬肉或豬油的一些食品 那所以泡麵上我第一個就是選柴魚 第二個呢就是這維麗出的那個雞汁麵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餅乾的部分 一個甜的就是義美的檸檬夾心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鹹的就是蔬菜餅乾這樣子 然後那個喝水的部分 因為有聽說他們好像都還是喝那個礦泉水比較多 所以但是為了避免一直買礦泉水啦 所以我買我跟我媽借了一個這樣子 Brita的一個水壺 那他這個水壺比較特別就是你打開之後 他裡面這個濾心是就有一個濾心的 所以你等於是把你把水裝進去之後倒出來 就算你是要把水煮開 但是還是先透過這個濾心倒出來 然後再去煮水 感覺喝起來還是比較安心啦 好那再來就是一些防曬用品 那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好像從我7月那時候去康世美就看到了一個東西 那就忍耐到出門前才買 因為想說也應該會用到啦 那以防萬一其他那些男生沒有帶還是什麼也可以用這樣子 那聽說這是今年在被票選為日本最紅的一個防曬乳這樣子 那他擠出來其實是紫色的狀態 所以應該也有修容的作用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個濕巾的部分 那他這個濕巾跟上次我介紹的那個有那個爽生粉的是類似的感覺 那但是這這是沒有爽生粉成分 就是純粹就是濕巾這樣 那作用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住的是學校宿舍的部分 所以自己也是要帶一下那個什麼沐浴乳啊 什麼有的沒的這樣子 這是沐浴乳 然後呢當然也會洗頭 那洗頭為了 就是因為也是也是因為宿舍的關係啦 所以要自己帶一下那個 吹風機的部分 那我是選擇這個摺疊式的吹風機 那等用過之後 再來跟大家說這個好不好用 鋒利強不強之類的 那既然是跟學校出去呢 就不能免屬的一定會帶一些跟學校有關的一些商品 那就是這個 就是上面印有字樣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就其實算是這個還算是比較有設計過的 就是用那個學校那個有一個 梁亭的一個造型下去設計的東西 算是有比較好看的 就算是學校的一個公關品嘛 那為了送禮所以還會有這一種 袋子 這是已經算是最近還蠻有設計的吧 就是用那種潑墨的形式做成的這樣子 好啦 那所以這一集就是跟大家大概講一下 我這一次去印尼做的一些準備 那算是我從很早開始就開始 就開始構思說要帶什麼東西 因為畢竟印尼這個地方我也沒有去過 所以也算是很沒有把握的一個地方那樣子 那在這一段期間兩個禮拜當中 接下來兩個禮拜當中我會盡量就是拍一些東西 然後上傳給大家就是讓大家知道大概印尼的一個 欸是什麼樣子這樣 然後雖然可能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是在台灣學校的範圍之內啦 但是會盡量如果能夠做一個導覽的話 或是room tour的話就是會盡量帶大家去做這樣子 好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